今天啊 你的妻子也来了 我们把她请上来啊 来 大家好 嘉宾老师好 欢迎 欢迎 哎呀 好漂亮的妻子啊 你好 你好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叫王芳 是李东丽的爱人 你们俩这个相识 到底是在哪儿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 我是看她演出的时候认识她的 别动了 别动了 哎呦 哎呦 你看她那感觉 根据我们多年观察思考的经验 一般看人演出喜欢上的吧 都被她在舞台上的光环所欺骗了 你是有一种小粉丝的心态吗 当时 是 我看她演出 给我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很了不起 她一定吃了很多苦 也很难吃苦 就像李东丽这样的男人 那典型的我跟你说 是倔脾气的野马 你干了什么 把这批野马拴进家院里 就给她很多关心吧 其实这么说吧 我一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感觉她这一辈子可能就是我的了 没有 真是一见钟情 我特别地自信 我还问了她 我说你有男朋友吗 她脸红了 我说那你就是我媳妇 就这么直接啊 干了什么特打动你的事 你上去就说你就是我媳妇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们演出的边上嘛 就是那个一个快三店 她也是在那边打工嘛 这叫红烧肉的奇缘 就是我们演出下来之后 不叫吃午饭吃晚饭嘛 吃快三 是三块钱 那个一小碗那个红烧肉 玩一碗米饭 我老感觉吧 我那碗里边肉多 到底是谁占了那老板便宜 每次给她打菜的时候 尤其是肉之类的 我就会给她多添一点 因为我觉得她演出很辛苦 需要补充体力 这个十四岁 被当作包袱摆脱了的动力 漂泊了这么多年 突然之间在一块餐店 发现有人疼你 对吧 过去那么多年 有人这么细腻地疼过你吗 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倔强 比较自我的人 我很多的时候 我是不需要别人 给我更多的怜悯 更多的同情 我的自强自力 超出了很多常人说想想 永远像钢铁一样坚强 其实也累 一瞬间有人用一点一滴的 小柔情把你给化了 毕竟是中国人